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一名派Q&A 第26集 那上一期跟大家聊了就是關於穿粉的問題 那我們這一期就在聊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我的粉塵塞死了怎麼辦 這個問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會碰到的問題 也甚至於是很多初學者 為什麼初學者特別容易碰到這種問題呢 其實某個部分來說也是因為 很多初學者使用的磨豆機 它可能細粉本來就比較多 那細粉越多你的塞水問題 一般來說會比較嚴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你的控水比較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也比較容易塞住 那塞住的情況之下 常常會發生尾韻很苦澀的問題啊 那這些問題我該怎麼解呢 或是說我煮到一半的時候 我發覺說我的水開始不太往下流了 我這時候該怎麼辦 那一般來說呢 很多初學者會發現說 我的水開始淹水 然後不太流的時候呢 就會覺得說這個時候我是不是 應該用大水啊 把我的細粉沖開啊 或者是我是不是應該把我的水移到正中間 想辦法強迫它流的比較快 這個邏輯本身呢其實並沒有完全錯誤 但是學長其實沒有非常建議你耶 因為這時候你的粉跟你的手沖壺之間 可能中間隔了一層水 所以這個時候你從上面呢往下給水 試圖想要讓我下面的粉層翻開 這個技巧呢是比較困難一點點的 你常常你的力道不足的情況之下呢 只是讓你的水越淹越多 而沒辦法把真正的把粉層整個先翻開來 所以導致於你泡水的時間越來越更長 泡水的量更多 所以你苦澀味就跑不掉了 這有點麻煩 那怎麼辦呢 學長建議你 如果碰到開始淹水的狀況 你覺得不妙 我是不是已經塞住了 這個時候比較簡單的處理方法就是 你先讓你眼前的水先流完 為什麼呢 因為學長跟你講 如果我們通常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前半段淹水跟後半段淹水比較起來 前半段淹水的比較不可怕 後半段淹水比較可怕 為什麼呢 因為咖啡中的物質的溶出 苦澀味 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會溶出 所以你越到後面 沖煮的環節越到後面 趕快結束的時候 這個時候淹水呢 其實產生苦澀味的機率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在前半段淹水呢 這個時候我還沒有開始溶到苦的位置 所以其實是淹水你也不用太緊張 所以前半段你發覺說 哇 我已經好像要淹水了耶 再香下去會淹到很後面 苦澀味出來 這個時候反而不要緊張 讓它先流完 譬如說你可能沖到150cc的時候 發覺淹水了 不要再灌水了 不要再加更多的水 不容易把粉塵先翻開 不如把前面這150cc先要流完 快流完的時候不要全部流完 因為全部流完的時候 你的粉塵又夯死了 你會不好救 快要流完的時候呢 還要一點點水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把你的手沖壺 稍微用更大的水力 往正中間的部分呢 給正中間 讓正中間的空氣跟粉塵的細粉 能夠翻出來 OK 這樣子呢其實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那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已經覺得已經是塞粉狀態的時候呢 你手沖壺千萬要忍住 不要一直往外面繞 因為如果你正中間給一下下 你就往外面繞的話呢 這個時候正中間的粉塵如果還沒有辦法 因為你的水力的翻角 細粉沒辦法翻出來 你就往外面繞的時候 越往外面繞你的力道會越不足 正中間粉塵呢 細粉是翻不出來了 又會重現剛剛的淹水狀態 所以正確的方法應該是在正中間給 給到什麼程度呢 你會覺得說正中間有泡泡翻出來 那就代表說你的細粉已經鬆動了 流速會比較正常 然後順便聽一下你的水聲 當正中間泡泡翻起來 聽到水聲的時候 代表說你的細粉被你翻開了 這個時候你再往外繞圈 通常就可以解決掉你塞住的問題 OK 那如果你往外繞圈的時候又發覺又塞住了 那拜託你要重複一下 剛剛的步驟 不要讓你最後一段的水拼命塞住 你可以再斷水 然後等到快流完的時候再給正中間 這樣都是比較安全的做法 所以其實塞住這件事情本身 大家一定要不要太慌張 要去思考一下 前半段塞住沒有關係對不對 我要怎麼樣去救它 讓我正中間塞住的細粉能夠被翻出來 只要翻出來後半段不要塞住 後半段是流暢的 其實你的咖啡不一定會苦澀 說不定還正正常常的 前半段醃的 有之有味的也是不錯的 好那關於那個塞住的 粉塞住的急救呢 學長就可建議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